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左边茶水间第64集 想要靠写作写部落格为生 但是又觉得这样每个月的薪水好像很不稳定 该怎么办呢?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一位全职的文字工作者兼小说家 来和你分享他是如何从零开始打造自己的文字自媒体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我们一样老样子要来阅读一位听众呢 他在iTunes Store上面的留言 这位听众的ID叫做流浓瓜 他写说舍不得听太快的好节目 给了五颗星 从第一集就可以感受到Zoe的真诚与用心 最近刚好处于工作失衡和低潮的状态 听这个节目感受Zoe满满的正能量 有时候会重复听其中几集 让我找回继续下去的动力 很谢谢有这个节目 希望能够长久 非常感谢农瓜特地在iTunes Store上面帮我们留言 其实每一个人 不同的阶段一定都会遇到人生中不同的高低潮啊 或者是工作失衡等等之类的过程 可是我一直都相信这其实都是一种过程 它就像是心跳一样 有高有低 你不可能完全平平的就这样过一生 如果说心跳一直都是平的 那你可能呢也不会过得太好嘛 所以有的时候呢 你处于一个低潮 搞不好呢就是 因此让你找到了这个节目 因此呢让你去看更多的书籍 因此呢让你找到更多的好朋友聊一聊 然后你们彼此之间感情变得更深刻等等之类的 所以其实人家不是都说上帝为你关了一扇窗 等于开启另一个门 是这样说吗 但是呢其实我一直都很相信 所有的低潮 在那个过程 在那个当下看也许是很低潮的没有错 不过当你过了 然后你再回头看 你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课程 很棒的成长 那如果说呢你对左边茶水间有任何的想法 有任何的建议 或者呢你只是觉得哇这是一个很棒的节目 我都非常欢迎你到我们的itube store上面 帮我们打新评分并且留言 记得呢订阅这个节目 因为我们在每个礼拜天的台湾时间 晚上八点都会定时的播出 所以记得要订阅才不会错过 然后呢也记得把这个节目分享给身边 你认为可能会有需要的朋友 当然也不要忘了加入我们的脸书私密社团 你只要呢在脸书上面搜寻理想生活设计 你就可以找到我们并且填表单加入我们 我们会在里面呢聊一些节目后续的内容 我们也会在里面问大家想要找哪一个来宾啊 想要听什么样的节目 所以如果说你喜欢左边茶水间的话 记得加入我们 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 我们会和你聊聊 身为一个文字创作者 到底要怎么样去找到自己可以获利的方式 有什么技巧可以让你的内容stand out 然后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你的文章浏览量提升呢 我知道这是很多人特别在意的地方 如果说呢你想要收看今天的文字稿 请在网址上输入coeyk.co 斜线文字工作者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欢迎今天的来宾 Mind 明知 今天呢我很荣幸可以邀请到Mind 来到左边茶水间 他很特别啊 他其实是一位小说家网路文字工作者 然后今天呢他会来和大家分享 就是以文字为主轴的自媒体经营者的一些 心得感想啊 还有一些技巧 其实我知道社团里面或者是蛮多听众是 想要以文字啊 或者是以创作相关的内容 来经营自己的个人品牌 我相信呢今天可以得到很多收获 哈喽欢迎你 哈喽嗨 Zoe 嗨 那其实我之前也有看到你的一些文字作品 在网路上 但假设大家还不认识你的话 你能不能够跟听众说说你是谁 以及你在做什么呢 好的 首先大家好我是Mind 我是一个文字工作者 然后同时我的兴趣也是写小说 然后所以这两件事情就在我身上结合起来 就同时接文案 然后同时写小说 然后经营个人品牌 大概是这样这样的 就我可能10岁11岁开始写小说吧 然后但是那时候就是写一些碎碎的东西 可能认真开始写16岁的时候 然后后来我一开始原本上班族 但后来就是因为种种原因 健康因素不能再继续做我的正直了 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开始接案 所以就是从我现有身上的东西开始用起 就变成这个方向 嗯 所以也是一步一步的就 要说不小心吗 就不小心这样子变成了一个 你现在全职开始在做这个接案 还有自己的文字工作的事业吗 对啊 就是因缘机会吧 各种可能这样 了解 那今天呢有很多 不管是心态上面 还有机械上面的问题 大家都很好奇想要问你 第一个想要问的 其实我自己也很好奇 就是啊 像文字工作者 尤其要写小说的话 如果你遇到灵感干枯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大家对文字工作者的想象是怎么样 但其实文字工作者 大概八成以上的状态都是灵感干枯的 所以我们就是 就是大部分的人就是看起来 呃对外看起来 他会很帅气的 比如说一个小时写了一千个中文字 然后就是很帅气的完成一篇文章 然后其实不是这样 就是其实通常的状态是 你可能写了一篇文章 然后砍了五十趴 然后再补了三十趴 再砍了二十趴 然后再把它全部写完 所以就是最后其实 其实那个东西已经是 你在想你要怎么做 可能已经跟灵感这件事情 有一点点的脱节了 嗯 其实其实有时候有一部分是靠你的 执行力跟意志力达成的这样 嗯 所以针对这一题的解法 遇到灵感干枯的时候该怎么办 你觉得就是用意志力撑下去是吗 嗯 办法很多 然后其实 我觉得每个人可能不太一样 就可能是去翻书或去休息或去做一些什么别的事 然后可是到最后你把它写完 那个找灵感跟写的过程 它不一定是两件事 它可能是同时进行 然后写的时候可能时间 中间的时间也是非常的长 可能你可能写了三天 写一篇文章 这样的感觉 嗯 其实我非常认同 因为我现在 有的一个节目就是现在这个左边茶水节嘛 然后我已经连续做了一年多 也就是每一个礼拜我都必须要生出来 就包含找来宾啊 找题材啊 然后写出访纲啊 什么什么的 所以很多时候一定会有灵感干枯的时候 就是不知道约谁耶 最近好没有那个题材的想法哦 会有那种时候 可是就是节目每个礼拜还是要生 所以你还是要硬着头皮的把它做出来 尽管那阵子你好像没有什么感觉 但无论如何你问问题啊 就是你问说大家想要听什么 大家想要看什么啊 或者你问朋友啊 或者去由旧的内容 然后翻成新的内容 就是重新更新等等 都是几种办法 但是无论如何 其实它真的还蛮靠意志力的 就是要把它生出来 那你是怎么样去构想你的主题还有内容的 就是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是怎么规划这个 这个作品的完整性吗 你是说 就是对于我的 整个个人品牌吗 还是我做这件事情 问你个人品牌好了 个人品牌 其实很像是我去先问自己 我身上有什么耶 我先把自己身上的喜好跟能力分门别类出来 然后分门别类出来之后 我去看这些东西 在我身上有一个属性是小说 然后另外一个属性可能行销的那种感觉 就是这些东西很多个项目摆出来之后 我这时候是去挑 说有没有可能这几个 这几个类别感兴趣的人有没有可能重叠 那假设有重叠的话 我可能面对同一群同时有两个兴趣的人 我生产内容会比较轻松 或者是说我跟他们沟通会比较容易 大概是这样子去决定主题的 所以你是等于说先由自己 特别喜欢的几个兴趣中先列出来 等于先扩散再聚焦 然后去找到重叠点这样子吗 对 我在考虑主题的时候考虑了蛮久的 它听起来现在是一个容易的状态 就我直接跟你说了我的状态 但是其实我当初这个东西 是边做边修边做边修 然后可能到了半年左右 我才真正的把这一个 我想要走的路线统整出来 嗯 了解 那在这边呢 有一个观众他想要问你一个问题 文字工作者想问的问题 他想问你说 针对比较专业的文章 有没有什么技法可以让观众 就是看得浅显易懂呢 尤其你现在好像又写蛮多 有行销类的嘛 我有去看到 就是有一些新的观念啊 我看到你可能有在交名单的收集啊 什么什么的东西 就这种可能人家还没接触过的 你要怎么样让人家容易懂呢 这个我先跟你分享一下 我的几个比较快的方法 比较好入门的方法 然后另外更细节的 就是更细节的话 我推荐一本书 它叫做知识内容写作课 然后那本书里面有非常多 就是这一些建议 然后我这边先摘入一些 我觉得马上可以使用的 嗯 那第一种就是调劣事 就是当你要跟人家说一个新的事情的时候呢 大家是会无法理解这件事情原本的顺序应该怎么样的 就比如说我是一个完全不会煮菜的人 然后我需要学一个 比如说我今天要学什么蒸蛋好了 我就需要知道第一个步骤会先打蛋 然后再把蛋搅散等等的 就是一之类推 然后对你的专业陌生的人来说 就变成需要把每一个步骤 分开来它就会比较好理解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比喻非常的好用 比如说圈圈借的叉叉叉 这个句子这样好用 就比如说我今天想要介绍一个新的东西 我可能会告诉人家说 它是手表界的老斯莱斯 或是什么电脑界的诺贝尔奖 这一种的情况可以让人家很快的去想到 你现在在说的这个新的东西 从它的旧有的知识里面可以去感觉说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 嗯嗯嗯嗯这个很好用 我今天才看到一个欧普拉 她的IG发一个贴文 就是她tag她最好的朋友 然后她那个最好的朋友很有名 叫做盖尔 就是已经认识了三四十年吧 然后所有知道欧普拉的人都知道 这个她的最好的朋友叫盖尔 然后每一个认识欧普拉的新的人 都会跟欧普拉说 就指着她好朋友说 诶这个是我的盖尔 就一直说诶这个是你懂吗 这个人他就是我的盖尔 就像你的盖尔一样 嗯嗯嗯 然后就哦这好可爱哦 从别人问问题 别人想问的问题开始着手 就比如说 她可能今天想要问你说 你都是怎么 你都是 比如说你很会规划时间 她会问你说你怎么规划时间的 然后你可能就要从头 从头讲起 那这个时候 因为有那一个问题做开场 所以大家会很容易进入状况说 这个东西我可以应用在什么情景 就是她会感觉到 你的专业跟她的生活有连结 这样子的话 就是虽然说她原本的东西可能很深 或者是她可能对方比较陌生一点 可是对方就会开始提起兴趣说 因为我用的到 所以我就愿意慢慢听 愿意去理解这样子 嗯 所以总共就是第一个小劣势 然后再来用好用的比喻 去让观众可以马上的想象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然后呢 再用很常被问到的问题开始着手 然后你推荐的那本书叫做 知识内容写作课 对吗 是的 没错 好 这个的资源 我会放在这一集的原文稿里面 所以如果说听众你感兴趣啊 或你想要买这本书的话 回到原文也找得到连结 或你自己Google也找得到连结 那我接下来就想要问你 关于比较多是你品牌的问题 好的 就是你是怎么样去提升你文章的流量呢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行销自己的方法 我个人其实就是我一开始做的时候 是先从 先从一些分享文开始 就是比如说 我在分享说我怎么接案子 或我怎么写作 这些事情 可是呢 那个时候 这个东西 因为我的 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没有理解 我要怎么浅显易懂 就刚刚上一题的事情 所以我那个时候的成绩没有说很好 然后我就需要说去 我需要去把我的文章发给大家看 就是不管是Facebook社团也好 或是亲朋好友私讯也好 我需要一直把我的文章发给大家看 然后这个时候 你同时会获得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流量 第二个是回馈 流量本身就是 你就会得到一些 对方来看你的东西 他会对你有熟悉度 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 对方给你的回馈 他说他看不看得懂 或是他说他这一篇会不会太无聊 或会不会太松散 就可能他希望看到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这个 这两件事情消化之后 再调整之后 我其实是这样子类似的 做了很多次 然后就是做了很多轮之后 然后开始继续可能是投稿 或是 就是跟一些 跟一些人在现场交流 就可能出席一些聚会 然后各种比较交流之后 慢慢的会有一些起色 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 比较特别一点点的是 我蛮认真的跟风Google的流量的 这个事情大家也可以做 你想要从比如说评论别人 或评论作品开始的话 这是很好的路径 像是走一个最近的热门话题 这样子吗 有点 然后只是你可以做 你个人品牌里面 那个领域的话题 OK 例如说最近流行什么理科太太 就可能写一些相关的评论 是这样吗 对 如果他跟你的调性合 然后这个东西 尤其 然后电视电影 电视电影书品 这些东西都会有流量 就是看你会想要 你想要产出的 需要找流量的东西 跟你需要分享的东西 这几两个的平衡的比例在哪里 就是久了就之后 你就可以抓出 我现在想要放多少心力 在得到我更多的流量上 嗯嗯嗯嗯 这的确是一个蛮好的方法 你想要经营个人品牌 用热爱的事物赚钱 然后打造一个 不被地点限制的工作 对吧 Zoey现在呢 正在推出一个 免费的四天带状课程 教你呢 要怎么样把你的兴趣 变成事业 好好的让你一边工作 一边旅行 第一天呢 我会教你 经营个人品牌 最常见的四个错误 第二天 带你认识呢 内容变现的三种方法 第三天 我会和你分享 兴趣和事业 最大的四个差别 第四天呢 和你聊聊 究竟要怎么样 去找到自己的热情 并且创造品牌的价值 如果说呢 你想要索取这四天的 免费课程 请在网址上输入 Zoeyk.co 斜线 BYL MINI 再说一次 是B-Y-L-M-I-N-I 你只要呢 填表申请 你就可以马上开始上课咯 那我们课程里面见啦 我在想 因为很多观众 他自己可能也想说 哇 想要来经营自己的文字 创作 工作 生活等等 但是又会觉得说 哇 好像很多人在做这件事情 你觉得 在 以旧文字而言 你要怎么样去做出 内容上的差异化 或者是你要怎么去craft出你自己 在文字上面的不同的风格呢 其实我自己是觉得 如果他想要做的是 他自己的个人的这一个事业 或是他代表他个人的一个东西的话 我其实个人是觉得他不需要特别去 改他的风格 就是每个人讲话都有自己的 自己的习惯 然后大家也知道 我今天在打字的时候啊 我养出来的输入法 跟别人养出来的输入法 是那个内容会不一样 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 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 然后你有你自己独特的方式去做的话 就会 你本身就是一个独特的人 然后虽然这个市场很窄或怎么样 可是你如果要做的长久的话 还是必须要像 就是你还是要忠于的本性 这样子比较容易长久 要不然世界上很难的事情很多 那希望这件输出的事情 在你输出的时候可以舒服一点 大概是这样 但是还真的要风格 马上要见效 还是有小技巧的 就是有些小技巧是这样子的 你可以有一些很特别的特别的开头 或特别的结尾 就比如说写创作 然后有一个角色 他的开头的词是嗷 就是这个声音 他每次开头 就像是有些角色会说喵一样 他会说嗷 然后那个角色的感觉 在人家看到你两次三次的时候 就会非常明显 然后有一些人是用巨尾 就他可能那个巨尾 加的是一些 加的是一些热辣 或是一些猩猩之类的 你说像是猪太郎吗 对就有一些那种 他会 个人特别说会非常明确 但同样的对方也会感觉到 你这个是特别做出来的 所以要怎么配置 可能要自己抓一下那个感觉 我觉得其实这个都可以自己设定 因为我的开头跟我的结尾也有设定 然后也不是什么很特别 我就只是会说 你在收听的是左边茶水间 然后开始介绍 然后结尾的话我也会说 我知道你非常非常忙碌 我知道你可以去做很多很多其他事情 就他 我没有觉得他特别特别 只是他 就是被设定好的 然后你一而再再而散的去做 他就会变成你的风格啦 对这个很有辨识度 对这个在听的时候你会 很 不管你当下在干嘛 就是你打开那个 然后听到Roy的这个声音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好对我现在要开始认真听了 它是一种仪式感 对对对 所以你觉得这个东西 这个仪式感 是每一个在想要做被人品牌的人 都可以自己去创造的吗 可以啊 就是你可以依据你的喜好去创造 嗯 其实我前阵子 前几天才刚跟我的一个 Brain Your Life的学员见面 然后我们又讨论到这种 格式上的创作 例如你去看YouTube影片 就会发现啊 很多人在最一开头的时候 呃影片 他可能剪一些NG片段 他可能把最精华的片段 放到最前面 他可能呢 在影片开始的时候放一个quote 就一个语录 什么正能量语录 或者呢 他可能讲一个 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就是有一些人 他会有不一样的开场嘛 那你去观察就是 这也是一种形式 一种不一样的格式设计 尤其是喜欢你的人 他看久了 他会非常明确意识到这件事情 然后那个好感度会在 嗯 而且会建立他习惯吧 就是有那种 很亲密的习惯感 哦 对耶 那个习惯那种 好像你们之间 很有默契的一种感觉嘛 对 就真的是可以建立的 那除了特别的开头跟结尾 还有什么其他的小配合吗 风格上吗 嗯 因为我平常其实主要做文字 所以我不是很确定 其他没才怎么弄 呃 假设我们以规划你整个品牌的 内容来说好了 就可能今天决定你的Facebook 要发什么 呃文章要写什么的时候 你怎么看待这个主题的方式 就是你们可能 同时都在写A电影的心得 嗯 同时在写复仇德联盟的心得好了 嗯 有些人切的方式是 他看超级英雄 他觉得这个 这个超级英雄的脉络 是怎么样演变的 然后有些人看的是 哦这个里面的感情 其实怎么样 嗯 怎么样流动的 然后 你看事情的方式 只要你好好传达出去 其实是 那个风格是会出来的 因为 每个人看 思考的方式不一样 然后如果假设你今天 真的很认真的 把你思考的东西 传达出来的话其实很容易会有一个很明确的脉络吗 嗯 就是那一种感受它会出现 呃有时候会想说我们是不是要在一句话或是几句话的结构里面去呃 营造一个好辨识的东西 那除了这些 营造这个好辨识的东西之外 另外你其实你本身的全部的思考 其实 你传达的东西 它还是会有一整个属于你的东西在里面的 对啊 大家都是不同的宇宙体系 哈哈哈哈 出来的东西一定会不一定会有些许落差啦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他会太担心自己像是呃被丢入大海一样就是往下沉 然后然后太饱和了所以没有办法被看见 可是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应该是你没有打水吧 你没有打水才会沉下去 就只要你拼命打水 就是呃行销有做好啊 然后内容有持续啊 然后内容真的够好啊 然后继续打水打水 呃你会你会你会浮起来的 哈哈哈哈 打水真的很重要天啊 呵呵呵 还有想起一个科技打水的画面 呵呵呵呵好可爱哦 真的 那呃呃如果说对于刚入门的新手 你觉得现阶段啊 这个什么东西都还没开始的话 现阶段就是什么事情是他最需要重视最重要的呢 什么东西都还没开始的话 什么东西最重要哦 呀 我我我个人就是请大家包容我奇怪的观点 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开始跟持续做做久是最重要的 虽然我们现在的感觉好像是资讯很爆炸 然后是就是作品很多或者是优秀的前人很多 可是其实你看到的是这个时刻的这个线下而已 有时候撑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嗯 就我这样子决利吧 我我是创作的人 然后跟我同期一开始写作的人呢 大概从十年前到现在 我认识的还有继续写的已经已经剩可能剩下十%左右了 然后其他产业一定一定也是这个样子 或是其他每一件事情 他会随着时间淘汰掉更多更多 他可能没有心力维持 或者是他可能因为真的生活因素 他没办法继续的人 就是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事情 其实只要你开始了 你的经验可以带你到更远的地方 然后你会得到更多的东西 所以就是开始这件事情跟断断续续 但是一直都有在照顾他 一直有持续做 是我觉得不管是对入门的人 或是对已经在里面的人来说 他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这样子 嗯真的是就坚持下去的人才是赢家 其实很多什么伟人的传记 就如果说听众你有读过的话 应该都可以发现 好像也不是说什么特别厉害 而且有很多是那种有悲惨童年 或者是小时候很穷的人 然后就是因为特别的坚持 然后继续继续做他想做的事情 然后不间断 所以他才成功 就是这样子仔细的看 然后看一本两本三本接下去看 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必要的存在 就是没有一个成功的人 没有做这件事 嗯 就是他可能知情上会遇到很多辛苦的地方 可是他们都撑下来了 或者是说 现在很多其他的 其他的朋友也是 就是他可能生活中有非常多的事情 但是还是想办法播出时间 去做了一件他想做的事 然后他才有办法出现在大家眼前 嗯 你知道我今天想分享一个题外话 就是我今天去上瑜伽课的时候啊 然后就有一个pose 然后我一直都没有办法做好那个pose 那个pose叫做 Crow Pose 就你要用手撑起自己的身体 然后呢把身体驱在 就是膝盖放在手肘 对膝盖放在类似腋下的地方 然后把身体撑起 然后悬空 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啊 听起来超难的 我觉得听起来很难 但是大家都好像就是 只要稍微有熟练的人 大家都做得很轻松 然后我们就要练习这个pose 结果老师他就突然说了一句 说其实这个pose 是physically最简单的pose 因为他其实不需要核心 他就只是 很多人会以为你需要核心的那个肌肉 把自己很稳固的撑起来 其实不用 就是把自己lead forward 就是你往前倒 然后不要让头着地即可 类似像这样子 他就说是physically最简单 但是却是mental上最难的 因为你会害怕就是跌倒 就这个动作会让你以为你会跌倒 但是你明明离地面的距离就那么近 你再怎么跌也就头碰地而已啊 就是是一个根本不会受伤的知识这样子 然后我就一直去思考他这句话 就是他说的physically是最简单 但是mental上是最难的 然后我就开始在想说 我觉得坚持下去也很类似这个概念 就是要你去做重复的事情 好像不难吧 就是你每周说要写一篇文章 你就坐下来 你就打字啊 就是这个行为举止上并不难 难的是在你真的可以 mentally好好的愿意 坐下来做这件事情对吧 嗯真的 我真的很佩服Zoey 就是每周更新 然后不断 然后一直坚持这些很难的事情 但你已经做了很久 他很需要一直去执行 那个执行力超级重要的 嗯可是其实我后来也发现 在最一开始的时候 就像我现在回去听我的一些音频 我都觉得那时候录超烂 那时候录乱录什么 然后可是就是 我觉得可能现在我做出一点成绩 我现在回头去想 我发现好像我也没有什么 特别厉害的地方 就只是有那个执行力 所以其实现在在听的观众 你真的不需要很厉害 因为我绝对不是很厉害才开始 而且我现在也没有很厉害啊 就是完全有可以进步的地方 可是你只要做对一件事 就是你坚持下去就好了 我觉得这件事你只要做得到 你就一定会看得到结果耶 真的它是一个时间的挑战 但是要征服这件事情 真的会它会给你很大的回报 嗯嗯 那讲完软实力的部分 你这边可不可以推荐给听众几个 比较实际就是好用的资源 例如说想要开始经营文字主轴的自媒体啊 有什么书 有什么工具或者课程或者是什么技术 之类的东西给听众呢 书本的话我要再推是尴尬的知识内容 借做客 这本真的好书 他们这本的作者是泛科学的总编辑 就是总编辑是一个逻辑非常清楚 然后他也知道怎么面对市场的一个角色 所以假设说你想要写别人会喜欢的东西 然后同时也结合你的个人的喜好的话 这一本可以很好的告诉你一些内容 然后另外一个是 假设你想要走创作的话 我另外推荐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网站 它叫做文手支援站 文字的文 然后手掌的手 然后支援站 支援就是帮助你的那个支援跟网站的站 它那里面有很多 关于你今天想要接案子 或你想要去应征一些东西的时候 你会可能会需要先知道的一些先辈知识 或者是跟大家创作会需要的一些美角 然后我为什么会推荐这个 这边仍我聊一个最近的经历 就是创作的人 其实通常我们想到的在台湾小说的话 会想到直接说就是去投高给出版社 然后可是最近呢 我其实接到两三个人来跟我询问说 我愿不愿意创作 然后我就说 那你们要这个创作呢 要给谁 然后你们要 你们期待什么样的内容 等等的 然后他们给我第一个回应都是 为什么你好像 有一点就是行销被子的感觉 你好像有一点商业被子的感觉 然后 为什么要惊讶 他就说你这样子听起来很不像创作者 他说他们很缺人 然后可是我心里就是问号 因为在创作者的眼里 就是在我平常我的同温层的眼里 是觉得现在就是可能已经舒适很萎缩 已经没有市场啦 可是对方厂商那边给我的讯息 却是说我需要同时能够创作跟兼顾行销 或兼顾消费者或读者喜好的人 然后这个冲突让我觉得说 也许 也许我真的应该要推荐 像文首资源站这样子 就是 嗯 他可以 让你知道 可能跟你合作的人 可能提供资源的人 他们想要什么 然后也许你可以因此 而 有一些方向去 得到更多的机会 和更多的资源 发展你想要的东西 嗯 了解了解 所以 你刚刚有提到的 你说知识内容写作课 然后还有文首资源站 这是 一本是书 然后一个是网站 对不对 对 然后 另外就是 大家如果要整理灵感 但是 但是不是很 怎么说呢 不是很确定 你要怎么整理 或者是你会写 平常写在笔记本上 但又有点怕 它会不见的话 我这边也推荐一个 线上服务 它是一种心智图 大家如果听过心智图的话 就会知道 它是一个 用联想法 来让你 得到灵感的一个东西 它没有输入东西给你 可是它直接从你的 你的脑内里面 让你自己 挖掘自己的灵感 就是你先想到 一个 比如说咖啡 然后你在 在游咖啡 会联想到很多 比如说星巴克 比如说 蓝山 比如说咖啡厅 这样子很多的 联想 然后放射出去的 那种心智图 这个东西 有线上服务 它的线上服务 叫做Coggle 然后它的拼法是 C-O-G-G-L-E 它有免费服务 然后你可以在那上面 可以自己 整理思绪 或是整理 你想要做的文章结构 或是 你想要 整理 你下一步要做什么 这些都是可以在 那个上面去处理的 我觉得这个 对我帮助很大 我用那个东西 整理了我很多 可能是 创作的灵感 或是很多 我下一步的代办思想 了解 好 如果说 听众想要这些连结的话呢 一样回到我们原文里面 都会帮大家整理好 也感谢今天Mins的贴心分享 那最后 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 你认为的理想生活是什么呢 我认为的理想生活 那就是 我觉得它比较像是 我可以自由地选择 我想不想要 做一件事情 就是 我的生活 希望 理想的生活 是可以说我有足够的 足够能力可以 照顾自己 照顾家人 然后另外就是 你可以有选择权 觉得 你想不想要做一件事 或不做一件事 这是我觉得 很理想的一个状态 嗯 的确是 我也是 先从很任性开始吧 任性想要 自己可以决定 在哪 几点 跟谁 上班 然后相处在一起 对 而且这个做 这个如果做好 就会很快乐 这个做好 整个都会很快乐 真的 真的是这样子 今天非常 谢谢你 特地花时间 来到左边 小水间 跟大家分享 这些有用的好资讯 非常谢谢 今天的重点整理 一 针对专业类型的文章 要做到呢 让人浅显易懂 Mins建议你呢 可以使用条例式 或者用好用的比喻 来让你的观众比较快速理解 以及进入状况 二 如何在自己的文字作品上 做一些变化呢 你可以有一个自己设计的 有特色的开头 或者是结尾 或者呢 你可以找出一种 有仪式感的操作模式 让你的作品风格 越来越有一致性 那这样呢 你的辨识度 也会跟着提高哦 三 在文字创作中 有什么好用的工具呢 Mins推荐你可以阅读 知识内容写作课 这本书 也可以呢 加入文手支援站 找到呢 你会需要的相关资源 那这些连结呢 你都可以在 这一集的原文里面 找到哦 我知道 左边乔水间社团里的 很多朋友啊 可能都曾经想过 要来当一个文字工作者 每天过着呢 创作的字意生活 但是呢 在现实中 却没有办法克服 不稳定的案源 或者是没有特色的作品 在这边呢 我有个好消息 要告诉你 那就是 只要你坚持下去 没特色 也会变得有特色 你没听错哦 我认为大部分的人 都会过度在意 自己品牌 外在的桩点 却忽略了 最重要的核心 也就是我们刚才 所聊到的 坚持下去 你的品牌呢 再有特色 如果说没有继续 产生好的内容 那品牌当然也 无法存活下去 当然也不可能赚钱嘛 那相反的 如果说你一开始 默默的做 做了一年 做了两年 你开始累积一些观众 你会发现 自己渐渐的 能够掌握观众的口味啊 你开始知道 有些哦 小诀窍 小妆点 然后呢 你会渐渐的测试出 最适合自己 也最具有代表性的 一套格式 那你的风格 当然也会 慢慢的被养出来 对吧 所以我认为呢 真正重要的 并不是你的风格 有多酷 多醒目 而是呢 你到底做了多久 因为你可能才刚开始 一个月 两个月 那你当然没有办法 摸索出什么 所以然嘛 那自然 也不太知道 要怎么样去 运运出 自己的风格 这都是 超级正常的 但是如果说呢 你能沉住气 然后好好的 累积作品和实力 那么呢 你担心的那些事情 其实呢 都会在你 研磨的路上 一一被解决哦 非常感谢你 今天的收听 如果说呢 你有任何问题 你都可以回到 我的网站 或者是 Instagram上面找我 我的网站 网址和 IG的账号 一样是 ZOUIK.CO 记得呢 截图这一集的 节目内容 然后在 Instagram上面 Hashtag我 让我知道呢 你有在收听 最后的最后呢 我也知道 你是非常忙碌的 我知道呢 你可以去做 很多很多 其他的事情 但是呢 你却选择 来收听这个节目 我真的真的 非常的感谢你 现在呢 也请你 再花30秒的时间 好好的思考一下 今天这一集的内容里 你觉得最棒的 tag away是什么呢 把你的答案 分享到 这一集的原文里面吧 我们下次见咯